前四五天吧 答应了一个大同的姐 说是要跟我买点那个牛排 那个素牛排 还有那个辣椒面 今天正好我有时间 给姐出去看一下 出门呢 我就喜欢把自己弄得津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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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上这个咱再去买下一个 这个买上了 再去下一个地点 给姐买辣椒面去 实体店生意不好做呀 这个藏在胡同里的猫的 上一家又搬走了 马上就到了我们要买的地方了 生意做的好不好 真的是在细节 细节特别重要 刚好这会儿也有个姑娘买辣椒 我先等一会儿 这个就是那个干红不辣的 就是为了它里边什么都不馋 所以我才老来它这买 花了19块 你们从一个小细节上就可以看出来 刚这是两家挨着的那个卖调料的 这个节 这个节这儿人家就是把那个 你看今天天气不好嘛 人家用袋子都把那个辣椒都给罩住了 所以吃起来也比较放心 也比较干净 隔壁那家我看了 他家那个辣椒还都是在外头的 都裸露在大街上 那个不太卫生 今天我要给这个姐买呢 我就要买那个 最起码了让人家吃起来放心点 干净点 我老从这个姐这儿买辣椒 所以我比较放心 你们吃着也放心 我给姐呢已经买回来了 完了等她给我回的话 然后我就把这个东西明天再发走 我今天 就是这会儿我发了 她也走不了 今天早点做饭 田师傅出去干活去了 中午 出完夜回来以后 就吃了一碗方便面 我早点给她做 她本来说是不回来吃 然后回来了 自己煮了一段面就那么吃了 我这人呢 有个毛病 没想好要做啥 然后出去 瞎买一栋菜 买回来以后 我才想呀 今天我准备用小米做一道美食 这个小米呢 是婆婆家山上种的这个小米 这个米特别的黄 而且做出来的饭也好吃 装到锅里的小米 我们先用水掏洗一下 一般情况下 我要做这个饭的话 洗上两遍就可以了 这半个土豆 还是中午吃完了以后 剩下的大半个土豆 因为不想吃剩饭 所以这个土豆太大的话 一般情况下 我就切少吃一半 那一半下一顿再吃 把土豆洗干净 然后用刀给它弄成 割成大块 都弄好以后 我又给里边撒上一些碱面 为了做出来的这个米 更香更软更黄 然后再倒入适量的水 把倒好水的这个小米 这个锅 我们放到电压力锅里边 这个压力锅打出来以后 会更面更筋道 然后擦上擦销 这边雪折的时候 就雪那个香糯饭 28分钟 按个开始 其实要想那个小米粥做出来好吃 和它一起配的那个凉菜 只要你做好的那个小米粥 肯定是会非常好吃的 拌凉菜呢 这香菜呀 小葱呀都离不了 我们先把这些都摘一下 摘好以后 我们把这个水萝卜和黄瓜 一起都洗一下 今天擦这个黄瓜丝 我选的是这个擦子 这个擦子 我感觉擦出来的这个菜 拌上更好吃 然后把这个水萝卜 也给它擦成丝 在我这里 黄瓜和水萝卜 好像是最佳的搭档 然后我们切点香菜 放到这个黄瓜水萝卜丝上边 再把切好的小葱也放上来 拌凉菜也离不了这个蒜沫 再放点蒜沫 然后先给这个菜里边 撒上一些盐 撒一下多余的水分 用筷子先把盐和菜拌匀了 这边我们再打上多半块豆腐 用筷子弄碎以后 然后倒入香菜 小葱和蒜沫 然后用筷子扒了油 这会儿我们就开始 搬这两道菜 菜里边都加入适量的盐 然后再加一勺鸡粉 然后两边都倒上一些 生抽调味 黄瓜水萝卜生这边 倒上一些三星老成醋 然后两边都倒上一些 小墨香油提味 两边都倒上一些 这个料油 调一下 我们就不用再枪油锅了 然后再给豆腐里边 倒上一些辣椒油 用筷子拌匀了以后 就可以食用了 然后我又用筷子 弄了一些辣椒片 给它拌到一起 就连这个拌豆腐 都看着都是那么香 这个菜里不用割辣椒也行 想吃的时候自己弄点 这个锅早就处于保温状态了 我们做的这个粥也应该做好了 蒙好的小米和土豆 我们用勺子给它多弄几下 然后弄的这个土豆都和小米粥 和到一起了 这个粥就弄好了 弄好的小米粥 我们用勺子给它挖到盘里边 也许有好多人没有吃过这种的 但是像这种的也特别好吃 好长时间没有吃这个饭了 加上一块粥尝一下 今天做了个西韩饭 老也不吃 一般情况下 就像我今天做的这个饭 是我们怀人或者大同那边的人 出去早餐店里边应该 地域不同 每个地方喜爱吃的食物也都不同 小的时候奶奶经常给我们做这个丑粥 我妈说她小的时候 吃这种饭都吃得吃艳了 吃烦了 所以我和我弟弟 至少在我妈家里边 是没有吃过这个饭的 我奶奶做的这个粥 做的特别的好 再说一下这个菜的搭配 可以自由搭配 做什么菜都可以 土豆丝啦 绿豆芽啦 还有就是那个苦菜 还有热菜都可以 今天吃饱了也吃好了 今天这个饭吃进去 我的胃指定不会难受 今天这是一顿养胃饭 我是属于一个胃寒的人 以前不爱惜自己的胃 就是冷热酸甜苦辣都能吃 但现在我比较珍惜自己的胃 尤其这个晚饭 轻轻淡淡吃一顿 吃进去胃也舒服 然后对咱身体也没有什么大的害处 所以呢晚饭还是选择清淡一些 其实平时我也吃饭一般不太油腻 因为我不怎么爱吃就是太油腻的东西 偶尔的一顿两顿行 但是如果天天的话 我吃不了那种太油的东西 如果有喜欢静姐今天做的这道小米粥的 大家可以按照我的教程去做一下 特别的简单 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 就是在搭配菜的时候 大家稍微的用一点心 然后做出来菜也好吃了 那个粥就更好吃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拜拜